周先生,您来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呢? 天字包厢我一直给您准备着呢,就等着您来呢。 这,天字包厢? 你到底是谁? 我呀,就是一个穷鬼,苦包子罢了。 你对我家做了什么? 我家股票大爹是你干的? 啊,对啊。 它绝对不是表面那么简单。 帮我把这个酒包起来。 谢谢啊。 一直跟踪你的那个人和刚刚见过的那两个兄弟的人打起来。 他们都误会对方是你,那倒是想了不少事啊。 但是,谁会跟踪我? 我看到那人身上有正家的标识。 那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。 明天下午五点,帝都酒店黄字包厢。 谁要是来晚了,罚酒一瓶。 我会去的。 那就看看谁随着李大。 喂? 周成,救命啊! 救命啊! 佳南? 你在哪儿? 我在地堂酒店。 哎,你干嘛呢? 哎,吃饭吃饭。 不是,你觉得来我们这酒店吃饭都是些什么人吗? 像你这样的,要么就是要饭的,要么就是偷东西的。 你,过来。 帮我呀,把车停好。 哎,这一分钱,是你的小费。 一分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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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,不是那个。 你着急忙活喊我过来,就为了参加你婚礼啊。 怎么可能啊,我缺你那点分子钱吗? 哎呀,你别废话了,赶紧带我走吧,不然就来不及了。 已经来不及了。 这位先生,你身边这个女人是我的未婚妻。 这年轻人手中的资金足以买下整座连城了。 如果她真的成为郑家的女婿,那郑家成为连城四大家族之首就轻而易举。 而且她年纪轻轻就手握巨快,她背后的家族不肯估量。 走,住手! 你! 老虎不发威,你当我是病猫啊! 真是恶心死我了,你碰我一下,我三天都吃不下饭。 还想跟我订婚,你扛揍吗你! 你可算来了,我好怕啊! 别怕,别怕。 我猜是你的婚妇,你竟敢当着我的面,和别的男人抱在一起,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? 婚妇,这可关系到我们郑郑郑家的合作。 如果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,我们郑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 还需要试探一下她的资产到底是真的嫁妇。 我们郑家和龙家合作,可以带来大量的现金流。 迦南,你身为郑家大小姐,嫁给龙少是你的责任。 你这个卖女儿有什么区别? 我也没有办法,郑家一大家的人总要有钱运转,除非你肯拿出更多的钱。 不然迦南只能嫁给龙少。 她怎么可能拿得出那么多钱? 迦南可不是你能追得紧,还不赶快放开。 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 那我要是不放呢? 郑伯父,这样的人还是赶紧请出去吧。 不就是钱吗? 那要是有钱,这合作也就无所谓。 说什么大话,我们两家合作能挣多少钱? 是你这辈子都见不到的领土。 不过是一百块钱,也就比普通人好一点。 跟我们四大家族比,不过是楼。 楼,楼,楼椅,你到底是什么人啊? 嗯。 郑伯父,你可不要被眼前这些利益所迷惑。 想想我们联姻之后,只要搏一搏,就能挣到这些钱的两倍。 这小子估计也就这些钱了,以后怕是连生活都没有办法捕。 我女儿就劳烦周先生多照顾,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 郑宝珍,你就不怕我们龙家报复吗? 我们郑家有了周先生做女婿,这以后四大家族之首是谁,还不一定。 我们郑家有了周先生做女婿,这以后四大家族之首是谁,还不一定。 好,你给我等着,我们龙家和郑家没完。 不知道贤婿是哪家少爷啊? 我立马登门拜访把你们的婚室定下来。 我这出来一趟,就多了个媳妇儿。 那个,我还有事儿,我先走了,先走了。 哎,周湘,你等等我。 果然还是年轻好啊。 你小子有病吧? 你组织的同学会,这时间快到了,就通知我们取消。 结果你自己又来参加了。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? 我也觉得自从那个穷鬼进去之后,泽哥就怪怪的。 你们喝完水就赶紧走啊,别耽误我事儿。 我们才不走呢,你越是那么神秘啊,我们就越好奇。 赶紧走,不让我生气了。 唉,好,我们走还不行吗? 他是你们谁叫过来的? 哦,是我。 那个,周升不是要来吗? 我就觉得好玩。 你说的是真的吗?周升也要来。 自从周升上一次一口气买了三十八两脑斯莱斯之后,我就再也没找到机会见到他。 今天一定要把他拿下来。 滚滚滚,都给我滚。 让我翻脸了。 周升,我好想你啊。 周升,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? 你要好?你还真敢来啊? 几年不见,还是这副除三样了。 哎,有没有工作啊? 我这正好认识这个大堂经理,用不用给你介绍一个扫厕所的活啊。 这小子啊,就喜欢厕所,还在厕所睡过呢,这个活啊,刚好适合。 嘴巴放干净点儿,不然下次我可不会保证会扔什么东西。 你是,郑家大小姐,郑家男? 您好,我是李家二公子李青。 上次,我父亲去拜访过郑老爷子,可惜没见着。 你想找我爸,你去找他去啊,我又不是他,你找我有什么用。 这…… 哎,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,凭什么帮我男朋友啊? 这是我的未婚夫。 要不,我们先坐下。 周生,上午居然丢下我一个人跑了,混蛋。 不是,你到底是怎么找到我的? 我看到他们两个提到你的名字,就跟过来了。 他们两个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周生,你上次买的三十八两劳斯莱斯,我好喜欢…… 那个,你记得帮我开过来啊? 哼哼。 郑大小姐,你怎么能坐到一个窝囊废的身边呢? 还是来我这儿坐吧。 郑大小姐,当然坐我这儿更合适吧。 郑大小姐,你跟周生认识多久了呀? 我跟他呀,高中就认识了。 哦,不巧,我们刚刚认识,上午刚订完婚。 不可能! 周生,他说的不是真的,对不对? 就周生这样的,连给郑大小姐提鞋都不配,郑大小姐,还是不要开玩笑了。 就是,像周生这种土豹子,估计连郑家大门在哪儿都不知道。 好吧,江南啊,确实是我的未婚妻。 怪不得突然变得这么有钱,原来呀,是八戒上的郑家大小姐,真让人恶心。 你也就只能靠女人吃饭了,你也就只能靠女人吃饭了。 这是经理安排我给您送的帝都鸣酒,风王浆酒。 这,这是价值三十块钱的风王浆酒。 周先生,您来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呢? 天字包厢我一直给您准备着呢,就等着您来呢。 这,天字包厢? 你到底是谁? 我呀,就是一个穷鬼,土包子罢了。 啊。 你对我家做了什么? 我家股票大店是你干的。 啊? 对啊。